我要哭了 拍手 我真的要送你一切的拍手 Hello 大家好 我是First Day 三將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怎麼跟日本人交朋友 對 那這個交朋友的問題呢 是有很多台灣的朋友會問我的 就是有很多人會說 欸 三將 三將 我覺得 日本人真的好難找我 那好像很多人在跟日本交友這個上面 遇到很多困難 那我身旁有很多台灣好朋友 不管是在台灣的還是現在在日本生活的 就是會分成兩派人 就是一派就是有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是一些受錯經驗的人 那有一派人呢 是覺得就是好像都相處得很自在啊 都交到很多好朋友啊 好像都沒有什麼困難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欸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別呢 那我發現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 那我剛剛說的這個意思呢 是說 看你這個人會不會做 比較一些 散結人意的一些 一些話語 那フォロ呢 除了就是有那個フォロ追蹤的意思之外 也有那個 幫誰講話 或者是 燙護 有這樣子的意思 對 那我剛剛說的 Kinoki daフォロ 就是說 可能那個人有犯錯 他就是給予一些 適時的 葛溫柔的話語 來化解 當事人的愧疚感 我覺得這個是 很重要的耶 Kinoki daフォロができるかどう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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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說的一些話 也讓我覺得 優しい 的 實際的情況 給大家 聽聽看 覺得怎麼樣 那首先 我有一位 酷嗨 就是後輩 不過我是那種 對於後輩們 不會要求對方 一定要跟我講盡語 相處自在 就好這樣子 有時候可能那個字幕 就是會 那我就請他 幫我翻譯一些簡單的翻譯 那我想說 畢竟就是 花他的 時間 跟勞力 我覺得 當然我不能虧待他了 一開始就要跟他說 他字數多少 再跟我說 我會再付錢給他 對 那當他做完後 要告訴我 他做完的字數 講這個錢的事情 說 談錢三感情 不過呢 那個後輩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偷偷念一下 Sachangがこれぐらいで決めちゃっていいよ 個人的手伝いだし 揺力で全然OKだからね 三下就覺得 哇 就是他給的感覺 並不是說 我做這樣多少 就一定 然後一毛不差的給我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 可能啊 你大概 就是你決定就好 我都沒有關係喔 那當然我是會 好好的給他嘛 這種這個 講話的方式 讓人聽起來就會覺得 雖然是在講錢的事情 但是不會有不舒服 反而覺得說 也很感激 他願意對我這麼說 ありがとう 那再來是 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呢 我覺得這個 真的很厲害 就是我有時候回來 真的就會比較久 很晚才回這樣 而且是 我的晚是那種 隔好幾年 ごめんなさい 然後我跟他呢 是在 我日本朋友的婚禮認識的 然後他是一個 日文很好的 台灣人 真的很好 後來就是跟他交換了 聯絡方式之後 他有跟我要的照片 我就有給他 但是 後來的這個 聯絡呢 就是我真的 不小心 我走開一下 我到底隔多久才會 嗯 有四個一個 又回他 又覺得欸 那個自己那時候覺得 那個 愧疚 真的我也不是不想理他 我回他了之後呢 他 突然跟我說 Sachiko さん こんばんは 逆にメッセージは これぐらいの間が開いた方が サプライズ感があって嬉しい 笑 また是非 みんなで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 我要哭了 もう拍手 這個 本当に盛大な拍手を送りたい 彼に 我真的 難不重要 就是 為他就是 因為我真的說到 大家覺得 なんて優しいの 解釋一下 這個 他的中文的意思是說 Sachiko さん こんばんは 訊息 大概 隔差不多這樣子的日子 反而更有驚喜感 我也比較開心 笑 下次 我們大家再一起出去玩吧 すごい 太厲害了 真的 彼に生大な 福祉が一体 我真的 一定要 一定要給他 大大大的拍手 鼓掌 真的那個 大家太感動 就是我就說 那個 誰誰誰誰君 なんて優しいの そしてフォローが上手すぎるよ 他能夠說說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 因為我覺得這個已經 超乎這個 語言的程度 太厲害了 哇!真的! 這... 一段時間後 哇!真的覺得很感動耶! 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厲害的點是說 他這樣子說完了 不但這個... 撫平了我原本的愧疚感 還反而讓我開心耶! 不覺得這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嗎? 我覺得很厲害! 真的!因為... 這樣子... 被說... Stay不會開心啊! 我都覺得很開心耶! 當然是不愧是在日本也交到日本女朋友的男生 さすが! 太厲害了! 對! 最近跳脫這個語言能力 這個已經無關乎 就是日文的程度好不好的問題 是非常的一個日式私喉的模式 所以就是在我身旁觀察到的 在日本就是有結交到很多好朋友 真的都有這個共通點 那雖然每個人說話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就是日本人都會大概做這樣子的事情 如果你也能夠做到這樣子的事情的話呢 可能對於日本人來說會覺得說 誒... 比較... 想同類嗎? 所以說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話 可能會讓日本人覺得說 誒...同類的氣息嗎? 就是... 像是與人相處上面覺得說 可能跟你相處很舒服很自在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交到朋友這樣子 不管大家是不是要交朋友 但是這一點確實在日本社會上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如果大家有遇到什麼交友的困難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希望我拍什麼樣的影片 主題等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別忘了訂閱 按鈴鐺 有新影片會通知你唷 然後還有其他的類別的影片也歡迎看看 還有Facebook可以在網上 現在用中任務的分享資訊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